西蒙政府大砍拉曼大学学院的拨款 马华总会长纳多斯里魏佳祥和财政部部长林冠英 过去两个多月持续针对这项课题唇枪舌战 魏佳祥今天出席拉曼记者学院毕业典礼时 继续仅有这个议题 他表示马华一直以来都致力于 为国家而不是为政党培育建国英才 因此不管毕业生的政治立场倾向哪一个政党 马华都会秉持有教无力的精神 培育下一代 因为这是马华的半校宗旨 拿督斯里魏佳祥今早出席拉曼记者学院毕业典礼 魏佳祥表示虽然马华在509大选后变成在野党 不过在教育领域 马华还是会尽最大的努力 积极探讨更多的记者课程 为国家培育人才促进国家发展 各位培养人才不是给政党 培养人才是给国家 不管是哪一个政府 我想都需要人才 只要是人才 我们就心满意足 我们从来没有看了这些毕业生的政治取向 重要的是我们摘平出来的这些人才 能够为我效劳 为国家限定 这就是我们从当年办选到今天不灭的终止 今早284名拉曼技职学院的毕业生从魏佳祥手中接过毕业证书 各个脸带笑容 晋升成为国家未来的蓝领人才 另外针对马华是否会在来临的金马轮国会议席补选为国大党助选 魏佳祥回应说马华和国大党同属反对党 加上国大党曾经在去年9月的吴拉港补选协助马华 因此这一次的金马轮补选 马华也将会礼尚往来 另外魏佳祥透露马华已经上书国阵最高理事会 要求召开会议商讨马华提出解散国阵的建议 至于进展如何他则不愿透露更多 NDP7黄丽婷采访报道